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去做一些代工的东西 在内地方面 虽然个别民企仍在担心资金链问题 但我觉得今年整体内房的市场应该会改善 以及资金层面应该可以疏离一些 如果你真的建更多房子的时候 对它来说是会有一个更加好的经营环境 另外第三 营运模式是一个轻资产 叫做所谓的轻资产模式 在这些时刻来说 会是一个相对上容易管理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如果想去hold的话 我觉得9.79是可以去留意的 因为它早两天是抽了上来 如果要留意的话 不妨去等一等 等它有没有机会 落到5.5这些位置 才去holdhold 向下的话 就看着这条升轨 如果升轨跌穿了 可以比较远一点 因为5.5这些位置去hold 如果你放到5元附近的水平 它穿了5元的水平 就进行一个止损的部署 否则的话 可以持有住 因为它沿着一路一路 希望可以上升 如果它真的有赚的话 另外也是要好消息 下一个止损 慢慢慢慢地和你推过去 这样就会比较是一个好些的部署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